那麼有一位人妻 日前在臉書的粉絲社團 叫做靠北老公投稿 說他明知道老公結過婚 有小孩 但為了愛情 他還是嫁了 可是結婚以後 他才覺得老公只是把他當成免費的保母 因為他跟前妻 跟前妻有小孩 就把孩子都交給他照顧 那老公呢 還曾經丟下這位女網友 跟前妻帶著孩子出門 去幫孩子慶生 讓他心灰異能 那這個新聞 可不可以請志偉跟大家說明一下 對 尤其這位女網友 她還是懷孕中的女人 所以你想想看 她自己懷孕了 她還要幫這個老公 帶她跟前妻生的兩個小孩 那就她的說法 就是說因為老公平常要上班 小孩都是她在照顧 那當然她就是小朋友的繼母嘛 就是她嚴格講也是要叫她一生媽媽 如果小孩子很小的話通常會這樣嘛 但是她最近PO的這個文章 就是很心灰意人 因為她覺得這個老公啊 根本不是把她當妻子 是把她當成免費的保姆 因為她說她這個先生呢 下班回來跟她講的話不超過十句 而且大多是交代她幹嘛 那交代她幹嘛裡面呢 絕大部分都是說 那個小孩要怎樣 這小孩要如何 這不就是一般我們家長在跟保姆講的話嗎 那讓她更難過的就是說 她這個先生就是丟一句話而已 就是說我要帶小孩子出去慶生 那跟誰去 那跟她媽媽 然後就把她自己丟在家裡 她就帶兩個小孩出去了 所以就讓她越覺得 就是才會寫這一篇文嘛 就覺得說 當初我就是跟你交往的時候 其實一定都會有人勸 這個人有兩個小孩 你這樣過去不是兩人事件 你過去是要幫他照顧小孩的 那是蠻重的 對 你要想清楚啊 這個話我相信包括他的父母或是朋友 一定都會勸他嘛 可是我們都聽過一句話 叫做愛就比較慶世嘛 就喜歡他就要包容一切啊 而且他也跟我講說呢 就是結婚之後一定也會把我視為寶貝嘛 還沒有結之前都是這樣 但是結了以後呢 什麼寶貝 你就是保母了啦 差點開始差一例 不過其實意思不一樣 所以他當然就會覺得很不開心 對 你是把我娶回來當太太 還是取回來當免費的保母 那這個他對老公的冷淡 他說這個晚上要睡覺了 也也不會跟他這個擁抱一下 或者親吻一下 不會說晚安 不會說晚安 我先請教一下 啦啦啦啦 你以前也結過婚嘛 對 婚期有一年多嘛 有一年半 一年半嘛 那時候老公睡覺前會怎麼樣嗎 睡覺前 談戀愛的時候會 然後到懷孕的時候 都怎麼說 談戀愛的時候都會抱著一起睡覺 睡到醒來 對啊 對啊 那是戀愛期間 那可是我懷孕結婚之後就不是這個狀態 是因為我懷孕比較不舒服 所以我變成是我 我去拒絕他 你不要抱著我睡 不然我一個肚子要翻身也很困難 對 然後後來久而久 只是小朋友生出來 小朋友剛剛很小很小就很吵 他就連抱都不想抱 就巴不得趕快想離開那個房間 真的喔 對啊 那我會不會要睡覺的時候跟你說 寶貝要睡囉 不會 也不會啊 對啊 我覺得是大家需求不一樣 像我沒有因為聽到那一句話 我就會覺得更有幸福感 我想要他可能是為了這個家庭努力 那可能這女網友想要是比較浪漫的東西 那就比較不適合那麼早進入婚姻 阿德尼 睡前會跟老婆講個話嗎 講話可能有啊 你有學古靈嗎 古靈都說愛你 愛你 愛你 然後我講 最常講的話就是趕快去摔牙 記得去摔牙 那是你老婆對你說的 對 我就會跟他說好 好像媽媽喔 就這樣而已啦 我有回話啊 好 不是 老婆是先用你刷牙之後跟他接吻 喔 不 沒有 沒有 這件事情 你有口臭影響到他的睡眠品質 沒有 沒有 他不是 他就說 你知道牙齒爛掉身體就不會健康 不會健康他就要倒霉 是最好的實際啊 很實際 那婚前婚後有不一樣嗎 婚後好像有了小孩就是很明顯就不一樣 因為譬如說懷孕的時候就是 比較做親密的動作就是 幫他擦那個就是防止認成紋 對 擦不到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呢 好有畫面喔 小孩生完以後呢 就完全就是各忙各的啦 他連半夜都會起來兩三次 就是幫小孩蓋免被這樣子 這樣子 對 就做這些事情 然後呢就見行見遠 見行見遠 真的有嗎 一定會 一定會啦 你在裝什麼賞 不然你問他 你問他 你們怎麼樣 那你們就什麼 見行見遠的標準是什麼 因為這個很可怕的用 見行見遠還要什麼標準 就是突然沒有某些互動啦 對不對 這些互動時間都拿去帶被子 所以你以為什麼見行見遠說 抱你一下是三公分 明天六公分這樣子 見行見遠是陌生人的用法 所以你講這樣有點太重了 我覺得見行見遠 我已經覺得很奇妙淡險 比你 比起就是說 一般人對婚姻的期待 真的是輕描淡險 一般人你會用什麼形容詞 一般人就是 沒有 就是寫靈語的那個 形容詞就是說 就是沒有互動啊 就是各國各的生活 這樣有沒有比較直接一點 見遠還有一點 款款那個 對 緩緩的 感覺還是有一點距離的眉 還有在走啦 李志偉一定會反駁你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還是很輕 對 當然 真的嗎 我要牽手睡覺 那壓力好大 然後我老婆就把我的手放開 這樣不好睡 你把手放開啊 太太把手放開啦 所以你去牽太太的手啊 對啊 如果我們有一起睡的話 如果我們有一起睡的話 聽不到沒有 重點是在這裡 他都比我晚睡 所以就是生活習慣不一樣 或是重點不一樣 一定會漸行漸遠 因為我們兩個的分工 就是我送上學 他接放學 所以他會比較晚睡 所以我要去睡覺的 我每天都會講一樣的話 就是說 平常說今天心情好一點 就寶貝我去睡覺囉 今天如果心情很一般 為什麼 為什麼寶貝我去睡覺 Low 就問一下Low 是不是有什麼暗號 之類的嘛 對不對 因為Low加這個字 會比較可愛一點 對 就其實你內心是說 我要趕快去睡了 有些人是連講都不講 他就去睡覺 那太太一定不高興 要睡都沒睡覺 沒睡覺啦 你知道漸行漸遠 其實最殘酷的地點在哪裡 還不是漸行漸遠 而是說一旦比如說 我們一旦 比如說我們本來是睡在一起 因為有小孩 所以我放到隔壁房間去睡 你知道嗎 突然有一天 就覺得其實孩子沒有在家裡 你要從那個另外房間 搬回來住 也變得很 也怪怪的 就是覺得已經不習慣那樣子 所以就是說 最可怕的就是那個習慣改變 因為習慣改變 比如說如果我們兩個出去以前 都會牽手 突然有一陣子 你不要牽手 我要抱小孩 一年以後 你突然想要跟他牽手 你自己就覺得好像 怪怪的 沒有那個勇氣 好像也沒有那個習慣 然後好像也會嚇到對方 然後反正就是 就是怪怪的 那心情好的時候就 寶貝我要去睡覺囉 一般的 那心情不好的時候呢 心情不好就是說 你不要那麼晚睡好不好 太晚睡了 然後我不管你 我要先去睡覺 因為就覺得他太晚睡 那你都會主動 去牽他的手睡覺 那這個他會把你甩開 那你會有 不想牽他的手睡覺的時候嗎 我如果睡著 怎麼牽他的手 不是啊 比方說 你說要正常情況 吵架會 吵架你也不會去牽手 會啦 如果是我的錯啦 對 我說我太太把我手甩開 不是不高興 他是覺得這樣不好睡 好啦抱一下就好了 因為睡到一半 因為睡到一半 也會各自分開嘛 那就不用勉強 一定要抱在一起睡覺 對 因為他說 我會搶他的被子啊 然後或者是說抱著睡 他也覺得我的手會痠嘛 那他可能也不好睡 對 所以就是有牽到就好了 慢慢有變化 我講的是我朋友的故事 這是我朋友他的體驗 他說其實 其實剛開始 他是有一個演化的一個過程 剛開始很結婚 然後很甜的時候 連刷牙都要一起站在鏡子前面 然後刷牙 然後你看我看你好好甜蜜 然後一起手牽手去睡覺 然後睡覺呢 其實是他說真的 他們可以這樣黏得很緊 然後到睡醒這樣子 還是靠著在對方的嘎吱窩裡面 就是整著對方睡 那說穿的就是這樣 然後呢 很甜的時候 真的幾乎啦 其實大概一個禮拜 要炒飯好幾次 就是 正常 就是很開心 在很甜的時候 這樣也很瞭不齊嗎 沒有 沒有 這哪個 你覺得沒有很瞭不齊嗎 這就很甜嘛 他說可是後來很大的變化 是突然覺得對方的溫度 對他來講 其實人家說對方的溫度 有時候像這個暖爐 可是對他來講 就是一個折磨 是覺得很悶 而且那個悶到他覺得 那個躺著都覺得 那個呼吸喘不過來 然後呢 後來他先生會來找他 做那個快樂的事情都 後來他覺得他有一點受傷的原因 是在於老公跟他講說 他覺得他工作壓力有點大 然後越來越睡不著了 他覺得做那件事情 可以幫助他睡眠 所以就是要睡了 如果睡不著就來找就對了 後來他慢慢他覺得 他好像是只是讓他好睡的工具 所以他們從你看 我剛剛講那麼親密 到最後他火大 他把他踢下床 然後分房 然後後來漸行漸遠 然後最後真的就離婚 你有沒有想要會離